銅鑼灣書店店長林榮基揭露 中共政府非法拘押他8個月 同時強迫他按照劇本認罪的言論 引發國際和香港社會不小震盪 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梁振英 今天終於正對這次風波首度公開回應 強調特區政府嚴格遵守一國兩制法 中共或外國執法機構無權在港執法 他將致函給中央政府反映港人憂慮 剛結束休假回港的梁振英召開記者會時重申 香港政府高度重視林榮基事件 他今天早上主持政府跨部門會議後 決定了三個方案 包括致函向中共反映港人憂慮 改善香港政府高度重視林榮基事件 香港和內地的通報機制 以及派請官員到內地跟進銅鑼灣書店事件 梁振英也指出 當局事發後主動聯繫林榮基 目前還在等候當事人的答覆 以瞭解來龍去脈